小喬 小喬現在是為人母對不對 但是是後媽啦 對啊 我是跳級的媽媽 漂亮的後媽 很讚 所以妳後媽妳就做好人就好人 幹嘛跟老公吵架 對孩子的較量問題 真的我跟我老公剛開始的 在一起的時候 我們其實就已經講好了 就是我扮白臉 他扮黑臉 但是我是那種自黑體質 因為我認識小孩的時候 小孩已經小學二年級了 所以我覺得小學二年級已經 靜純姐 對吧 很多習慣小學二年級再改 已經是很難 除非妳又花更大的心力去改 重點是妳的身分是更難 更難去做到的 對 但是我都會覺得 身分那些都不重要 因為我告訴我自己說 這個是我覺得更重要 是他必須改掉這個習慣 對 妳講的是為他好 但我們看所有的電影啊 電視劇裡面演出的 那個直接打中死穴的那一句是 我不管了 我不管 妳又不是我媽 對 我跟你講 我內心真的有演過這個劇嘛 因為太多這樣 妳有些人想過說 如果他講這句我要回首 妳又不是我媽的下一個鏡頭 就是 不行啦 那電視劇才可以 但是我真的 我真的有想過 我就覺得很傷心 然後我自己也會跟他講 我就說妳有一天 妳千萬不要跟我講這句話 我會很難過 我就直接跟小孩說 妳先打 妳先打 對 我先跟他講 預防針 我說妳講什麼都可以 妳這樣也夠狠了 他本來心裡想講這句話 因為他早就也堵住 但這樣也好啊 對 但是我覺得我真的很幸運 因為小孩真的很愛我 真的 她真的很聽話 我沒有遇過那麼聽話的孩子 可是小孩子不是都會有一個叛逆期 妳能夠接受他有一天 沒有這麼黏你嗎 但是到現在高一都還是那麼黏 真的假的 他每天看到我 就還是抱我啊 然後摸摸我的頭髮 然後親我啊 親親親親親 你這樣子喔 對啊 不是輕鬆的也可以這麼輕鬆 真的 他就是輕輕 從後面抱我 然後輕輕輕輕輕 他可能比較晚熟 或者是他其實真的想親你 你整個歪樓 你這還好吧 先生 不是 我的意思是說 因為成長的過程 一定會有一段就是 會想要 不是因為 想要自己有自己的生活 會想要跟家人 會有一點距離 不管怎麼樣 不管怎麼樣 我現在是一個媽媽 長得又漂亮又年輕 Dory哥 我爸帶這個回來很正喔 你的小孩沒有那麼邪惡 真的 你演到哪套去了 真的 但是我覺得 因為我跟斗哥 尤其是斗哥 其實斗哥是一直拉死我 因為他真的是一路就是念 藝術這個體系出來的 但我不一樣 我就是原本是念會計 所以他真的是 對孩子是很開放的 都沒關係 隨便你 就像如果你看我影片 真的就有粉絲說 你們家小孩子 連筷子都拿不好 真的 因為小時候 斗哥真的都沒有管他 什麼拿筷子 什麼拿筆 什麼 真的都不管他 然後對我來說 我覺得不管可以 但是要有限度 我覺得該有規矩 還是要有規矩 因為我們家孩子 雖然是這樣 但是我覺得小孩都是懶 說真的 你就能夠今天不寫作業 就不要寫 一定是這樣的 所以每一次我都會覺得說 你一定要給我寫完才去睡 你不要來跟我講說 還沒叫你寫作業的時候 哇 聖龍火虎 看電視什麼 每次開始寫作業 我覺得我好累 我該睡了 很多小孩都這樣 孩子的通病 對 孩子的通病 然後我就說你不可以 你面對我 你沒有任何的 來跟我講任何藉口 我現在要你做 就是要做 那他爸就不一樣 他爸說晚上十點了 他就該睡了 功課算什麼 身體最重要 功課不寫第二天怎麼交代 對啊 對 可是他爸爸就會覺得 如果你不睡 你身體搞壞了 那功課又算什麼呢 所以我們兩個就會 因此而有爭執 那這時候誰退了 爸爸跟媽媽誰退 通常如果是在小孩面前 通常都是我退 對 可是我會很不爽 我會真的很不爽 對 然後我就會跟他吵 就為這種事 可是我覺得夫妻教養孩子 本來就很多這種 就是你覺得聽起來 就也沒有什麼事 我問你啊 你覺得該去睡還是要寫功課 寫功課 乖 棒 我也覺得要寫功課 寫功課 一定要寫完 你有本事玩 就有本事在睡覺前 把工作功課寫完 對啊 是不是 對 我把他錄起來會跟我老公講 你看 我受了多少委屈 真的我覺得可以做到這樣子 其實挺好的 因為有些我也聽過 有些小媽就可能 她為了討好孩子 反而就極力地扮演那個白臉 不敢罵 不敢說 那你就變成孩子會長歪了 長歪了可能又被先生念 你不能 到時候以後也會 沒把孩子帶好 我們看電影或連續劇 也會有另外一句話 孩子不是他生的 他們根本都沒有在教 沒有在掛 這麼好做壞的人說 你戲看了很多喔 很愛追劇 對啊 所以我才說 你這樣是對的 我支持你 真的謝謝 太好了 你也關心一下 我叫他打電話給靖淳姐